住在LA 住在LA带您探索LA发掘 LA享受LA好生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的收看住在LA 现在是我们吃美食的时间 我们现在要带大家来吃地道的馅饼 听说这家店 我们现在是在蒙特利公园市的 Garvey道道上 这家店所推出来的馅饼 连北京的餐厅 地道的程度都比不上 而它好吃是让客人吃到停不下来 赶快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美味 可以让客人如此的着迷呢 我觉得首先是家乡口味 因为都是北方人 然后它这个特点是馅大 然后皮薄 里面还有些汤汁 是它最大特点 而且它的那个不同的种类比较多 比如说北方人喜欢吃羊肉啊 牛肉啊 猪肉啊 还有素馅啊 三鲜它都有 很齐全 然后我觉得它给的分量很足 实惠 走进店里呢 我们马上就感受到老板还有老板娘的热情和亲切 因为呢 我们现在看到桌上已经摆满了 非常好吃 而且地道的北京馅饼 还有各式各样的佳肴 在旁边这位呢 就是非常美丽的老板娘 来 老板娘给我们提一下吧 我们到了大馅饼呢 要点哪一些菜才算是道地的人呢 首先呢 要到了大馅饼 首先当然点我们家的最好的就是馅饼 大馅饼 首先馅饼嘛 然后其次呢 就是这个非常传统的地道的京冬肉饼 然后呢 还有那个也是北京的最具有的这个火烧 芝麻火烧 对 听说这个芝麻火烧是功不应求啊 要排队的 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保证 现点 现做 对 新鲜 都是当天的 所有的食材也是 像驴打滚 这也是北京的老北京的那个东西 也是今天早上起来我先做的 我早上起来在做的过程中 就是有一对夫妇 他们当时就点走 所以这个芝麻烧肉饼呢 是需要预定的 然后这两道呢 都是可以说 一开门一营业呢 就很多客人给买走了 对 对 对 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我知道很多老饕在吃了你们的 馅饼啊 筋度肉饼之后都觉得说 嗯 非常好 因为油非常的少 对 对 对 我呢就首先呢 就是大家现在还是这样 都是以健康为主 都是少盐少油的 所以呢我们基本烙出的下饼 我们就是传统的北方人 烙下饼是下饼看我叔叔永远是烙 绝对没有说是煎 所以就习惯了就烙下饼 什么叫做烙馅饼 烙馅饼就是锅里头不要有油 就当然一定有一点哈 但是不像是拿油煎出来的 我们就是绝对是 因为习惯都是说烙馅饼 烙馅饼嘛 就是馅饼是烙出来 绝对不是煎出来的 包括我们的清冬肉饼也一样 就是皮呢很脆很薄 然后呢里头的肉也很嫩 然后前加起来差不多有七层 但是呢非常的这个味道非常的鲜 而且我所有的肉馅呢 用的不是市场上的夹心肉 绝对不是 我用的全都是它的那个后腾尖 或者前腾尖肉馅道来打 专门有一个我们在那个超市 专门有一个定点的超市 所以你们不买现成的绞肉 都是自己去打打出来的 对对 那么除了您刚刚介绍 我还看到了有馄饨 有这个炸酱面 对这炸酱面也是我们老北京的炸酱面 就是用那个要炸酱呢 要用五花肉肥瘦要有的 这一点是必须的 而且要必须要炒半个小时以上 所以我就炸酱面卖的非常非常好 那么还有另外一道呢 特别要推荐的就是我们的涮羊肉 来跟我们谈一下 涮羊肉呢也是我们老北京的那个东西了 就涮羊肉北京人都爱吃 然后呢酱汁呢 也是我们自己按照传统的北京的那个调料 去调的里头有那个芝麻酱 有那个韭菜花 有豆腐乳 还有那个虾酱 然后去调制 按着一定的比例去调制出来的 那么除了有这些地道的馅饼 京都肉饼 还有我们的炸酱面 还有馄饨 然后当然大家来呢 也别忘了可以吃一下他们的小菜 同时呢 如果你很幸运的话 说不定还可以吃得到芝麻大饼 但是如果来晚了 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还有最重要的 是鸭的涮羊肉 不但补身体呢 但是汤喝起来又很清淡 对对对 好 今天真的是让我感受到 我们老板娘还有老板非常热情 非常亲切的一个感觉 所以今天要再次的谢谢老板娘 谢谢你 也辛苦了 谢谢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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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